赚钱一旦召集,最后一无所有 大家好,我是吴君 上一期影片我们讲到想创业就先借掉情绪化 这一期内容和上一期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对于创业和投资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创业和投资一直都是一个迅速致富的捷径 当然我说的是普遍要达到那种中产阶层或者财富自由 一定要创业和投资才能达到 单靠打工存钱是很难达到财富自由的 但我想告诉大家,要创业投资真正取得成功 不能着急,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在我们讲之前,我想提醒大家 成功要定义因人而异 对于有些人来说,成功可能意味着获得财富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可能代表实现个人目标或安稳一生 无论你的成功定义是什么 财富入极门这一思维观念都是你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成功是需要时间,努力,智慧,缺一不可 你看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耀眼成功的故事 很多人因为投资某个领域而一也报复 几乎在网络上看到了富豪外表光鲜亮丽 住豪宅,开豪车 年轻有为,基于人性就会让很多人都会有豪宅豪车梦 看网络上越来越多富豪,自己就会非常着急想成功 但这些故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无数的努力和准备 就像经典的比喻,冰山的九层在水下 只有一层露出水面 同样,我们只看到了成功的一部分 没看到背后的努力和时间累积的过程 那失败的人呢,大部分都沉淀在水下面 创业和投资都是需要准备的过程 想象一下如果你召集开一家餐厅 但你却没有学习厨艺,了解食材 甚至没有计划如何经营餐厅 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这样说可能你还是不明白 再说一个例子 就像建造一座楼房 地基必须坚固才能置身起楼层高的大楼 所以不要心急,要花时间慢慢学习 创业不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就能赢得比赛 就像开车一样 很多人觉得一脚油门踩到底就可以更快抵达目的地 那要是车子失控呢 或者其他意外发生呢 这都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风险 一旦出了意外 那反而就是更慢抵达目的地 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 哪个不是通过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 才造就了如今持续化力的公司 那么你认为一个不会开车的人 能和一个多年开车经验的人比赛吗 不可能对吧 但是你也要踏出第一步 慢慢的学开车 你也可以试着踩一点油门 但不能一上来就把油门踩满 一旦出了意外就一无所有 慢慢的开至少出了意外也不会那么严重 这跟你的风险管理意识有关 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都存在风险 这不是我们说要避免风险 而是要学会如何在风险面前保持冷静 制定应对策略 不断学习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风险管理能力跟自己的认知是互相绑定的 为什么是和你的认知互相绑定呢 因为你的认知就决定了 你会对明面而来的风险做出对策 我们还是拿开车来当例子 就比如你已经知道前面有危险 需要你刹车才能紧接避免你将面临的危险 但是你不会刹车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学会刹车 才能避免你将面临的危险 这是你所能控制的 所以提高你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通常能让你控制的风险就不叫风险了 那是叫试错成本 风险指的是意外 意外是没办法控制的 就比如说突然有车撞到你啊 还是你的车子失控了 这是没办法控制的 那在创业投资不可避免的 就像文艺 金融危机 各种黑天的事件 这都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你只能想办法降低你的损失 那才是风险 你能控制的 都是可以通过你的知识还有认知 去祸解的 所以为什么人永远撞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你也控制不了认知以外的风险 要创业就要先提成认知 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金融市场都是大鱼吃小鱼 赚的也是认知差的钱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十年前我让你买比特币 你不敢买 就是因为你会怕归零 只是在你的认知之外对吧 所以你会觉得风险很高 没办法控制 所以你不敢买 十年前老五我也不敢买 谁能想到十年后会涨这么多呢 现在最高还到6万9千美元一枚 这就是认知差 你看就在20105月22 有一个美国程序员名叫汉耶知 因为协助维护比特币网络 因此获得比特币作为奖励 当时花了1万个比特币换了两个bizza 当时一枚比特币的价值仅为0.003美元 现在1万个比特币相当于2.5亿美元 那他当时吃的两个bizza价值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2.5亿美元基本上保你这辈子财富自由 一失无忧了 说远啦 我们讲回来 在投资市场中除了认知很重要 还有就是你一定要了解 在金融市场 你不是在和市场作对 你是在和人性作对 在和情绪作对 投资市场就如赌场 利用人性的贪婪 恐惧 不甘心 很多新手投资通常都是先盈利了 不懂收手 想赚更多 最后反而亏更多 这就是人性的贪婪 亏了之后又想赚回来 不甘心 这根去赌场一个性质 就算很侥幸靠运气赚到了第一桶金 只要你的认知跟这个钱不互相匹配 最后还是会把钱亏回去的 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 再说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就是盲目的跟风投资 只因为听说别人赚了很多钱 这就是贪婪的表现 通常十进九亏 因为自身根本就不了解自己投资的是什么 这钱就不应该赚 这跟你的认知不互相匹配 做好投资的第一层面就是技术 第二层面就是心态方面 这些是必须学习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控制自己的欲望 控制自己的情绪 才是本质上最重要的 我说这么多 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投资是一个多么难的事 你先踏出第一步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试着先踩一点油门 但不能用力过猛 都要有一个学习的阶段 并没有一个人出生就三头六臂 刚出生就会投资 记住财不入吉门 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判断力 要考虑长远的收益 所以要搞钱先搞好脑袋 人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 难道你说你现在要赚钱 你先不提升自己的认知 你去哪里找钱 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找吗 还是在自己的钱包里面找 还是在自己的脑袋里面找呢 这能找得到吗 所以我反复强调认知真的很重要 投资什么都好 都没有投资自己的脑袋好 这个知识是可以给你带给下一代人的 就算你有100万美元 这个钱是花得完了 但你有这个认知 再赚10个100万也不为过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只是停留于空想 但不去实际行动 这才导致无论你看多少本 有价值的书 最后也只是看完了 然后看完就结束了不再继续学习 然后并没有下一步了 但又很着急 想马上在短时间里面赚很多钱 就像你要减肥 你整天想要减肥 然后并没有进行下一步 不去实际行动 看什么方式可以让你减肥 什么运动可以让你瘦下来 就想马上在一个月瘦10公斤 这不可能对吧 都是要通过日积月累的坚持 努力 智慧 最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创业这个词看着很单一 但是当你开始创业 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有来不完的问题要解决 在这期间去成长 开悟自己的思维认知 把这些知识都融合在一起 才叫创业 而不单单讲我要搞钱 马上就搞到钱 想减肥 马上就瘦10公斤 有时候慢慢才是最快的 钱不一定是拿一辈子去赚的 而是在某个努力的过程 抓住机会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 赚了很多人 一辈子赚不到的钱 为了搞好脑袋 心态也很重要 欲成大事者 必先修心 情绪就像心魔 你不控制它 它便吞噬你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悟 心境不同 情绪就会不同 看的角度不同 结果就会不同 心不苦则治不开 赌场就是靠情绪来让赌徒执迷不悟 金融市场也是借投资名义 让投资者被情绪控制 才会一直着了魔的去赌 上瘾值的就是心不正 心态容易被影响 所以要成大事者 要先修心态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易怒里藏着一个奴 易怒就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被情绪控制为奴 平静里藏着一个针 越想针 心越要近 稳中藏了一个急 事越急 心越要稳 忍中藏着一个刀 越忍越要看清 事态本质 忙中藏着一个忙 越忙越要照顾好自己 想要改变自己的人 就一定要慢慢学会去悟道 最核心思维 需要自己悟其中的真正奥义 这些话都是从几百年前流传至今 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单单说学会并没有用 要变成习惯才是学会 所有大测开悟之人 都称无药可救 一念沉默 心不死则道不生 过程痛苦是正常的 有舍才有得 把格局打开 就能看得更远 路才能走得更长 知识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当然健康也是 只要你思维认知到一个层次 该来了都会来 该有的都会有 只是时间问题 闹自己了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了 帮我把点赞按到爆掉 然后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交流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更好的创业和投资 慢慢去开悟思维认知 接下来我会持续更新 关于跟钱离不开关系的影片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 财不入奇门 服务不入片门 加油 祝你们越来越好 你快点赞